一个月点阅泼1700万次 正妹调酒爆红 是什么样的影片 可以短短一个多月 抽下1700万的点阅人次 正妹不心情 调酒不奇怪 但是正妹调酒 而且调出七彩的彩虹酒 那可就很惊人 这些脸书工传一段影片 画面中调酒正妹将糖浆 美丽果 福特加 蓝柑橘酒等 分别倒进酒杯里堆叠 然后再倒出来 结果竟然每杯的颜色不同 还渐层出彩虹般的颜色 苹果替大家找出来了 画面中一下嘟嘴 一下扁嘴的正妹 这是醒悟大学餐馆系 三年级的学生卢奕纯 不过对于近60万个暗战术 他竟然很腼腆 一直说他只是运气好 做彩虹调酒是因为 结一个活动 里面那个指定酒是这个 我练第二次就成功了 不只有人留言询问片封 还有人来问影片版权 它是依那个糖的比重 就是越重的会承在下面 然后酒精比较高的 就会在上面 动新闻 比例 速度 酒杯 都是关键 拜拜 超红